在汐止水源路二段125向进去 道路很久都没有重铺 博游路面损坏严重 再加上有点斜坡 对骑机车的人来说特别危险 所以在街舞成情后 5号上午远州20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开 要求今年初重铺道路 水源路二段125向进来 也就是白云里篮球场旁的这条道路 路况真的很糟 前半段窟窿深达20公分 曾经有人骑车摔伤 虽然现在已经暂时填平 不过再往里头走 博游路面也好不到哪去 十几二十年没有重铺 军列严重也坑坑洞洞洞 这里是水源路二段125向里面 里面有住家 这个博游路面损坏很严重 我们里面一再的跟周杨林议员反映 他向周杨林议员服务处的主任林三级 会从公所来看 这个路上有点不够 车来近年共共 人人很危险 听到公所如果有办法经费的事 来来修理一下 路面整个坑坑不平 而且路间也都崩落 所以骑车子开车子都有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请公所来会看 希望公所在今年在铺波游的预算当中抽一部分把这一条路来铺设 在接获程情号5号上午 议员抓临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里长说里头还有住户 再加上这一段路是斜坡进出特别危险 希望能够改善 这个里面有汽车还有摩托车 常常有人发生跌打 因为路面不平 路面不平 会看结论 希望说我们在二三月的时候 公所来铺设完毕 让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经过一个铺设很平坦的道路 会看后也请公所列入今年出师座 尽快将这一段破损严重的波游路面进行重铺改善 保障民众通行安全 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